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机器人学第十单元 随机取样路径规划 我是授课教师林显毅 今天很高兴为各位同学介绍 随机取样路径规划 主要是用于如何规划机器人 在一个环境中如何从起点到终点 当然我们这个单元主要的课程大纲 是一开始我们会介绍地图的表示法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bug演算法 然后介绍机率接图法用于路径规划 然后是介绍快速扩张随机数 隔点地图法 最后介绍同时定位与建图 那第一个part 我们介绍地图表示法呢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参考书籍是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各位同学可以上网路 去搜寻 也可以去书店买到 然后我们首先介绍地图是什么呢 地图MAP是一种资料结构 用来给机器人做路径规划使用 然后我们第六部分 将讨论如何透过侃测器 的资料收集来建构环境地图 然后基本上地图有三种表示法 有托普表示法 Topology 或是几何表示法 Geometric 以及隔点 Grid 这三种表示法 那首先托普地图表示法 它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图形结构来表示环境 图形结构Node表示地图上特殊及代表性的区块 然后结构间的边H代表结构之间的关系 边上的数字可代表结构间的物理量 例如距离成本 有数字的物理量 称为度量托普地图 Metric Topological Map 然后主要用托普地图表示法的好处是 它无需使用太多的记忆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的表示法 假设我们从台北科大到太平洋SOGO 或是到国父经验馆 以及到台北101 以及到大安森林公园 它之间地理地图的关系 可以表示成托普的方式 然后每个Node就代表我们要的地方 然后之间的边就代表它们相对的距离关系 例如从台北科大到太平洋SOGO 这距离是1公里 从太平洋SOGO到国父经验馆是3.9公里 用这样的方式 度量托普地图就可以表示 我们一些节点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说 如果我们今天有个环境地图 它可以透过节点上特殊的几何图形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我们一个环境的地图 那每个节点就代表特殊的几何形状 接下来我们介绍几何地图表示法 然后几何地图表示法目的是为了以基本的几何单元来表示环境 主要是透过感测器的观察值 找到几何单元的参数 它传统上我们用线段来当成几何单元的基本的单元 目前使用三角网格常常被使用 它缺点是它需要较多的记忆体 因为它利用三角网格来表示几何地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几何地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有许多的几何形状 例如线啊方形啊或长方形之类的线段 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这个几何地图 然后另外一种是隔点地图的表示法 它主要的概念是 以水平与垂直的方向等分 将地图切分成许多隔点 Grid 隔点表示法可以是地图上的一个阻态 因为每个隔点就代表每个地图上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用隔点来表示地图上的一个阻态 然后占据隔点地图 occupancy grid map 是以隔点上的四燃值 likelihood来表示 就是隔点是否被障碍物所占据 之后我们会提到地图的时候 我们会介绍这部分 然后隔点地图 它是以非参数的地图的表示法来表示 它亦需要许多记忆体 就好像各位小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方格子 我们用方格子来表示一个地图 就可以知道说哪个节点落在哪一个方格上 然后这边是看到是一个隔点地图的表示法 所以从同样的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用隔点把它切分成许多区块 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几何图形落在哪些隔点 哪些隔点它有障碍物在上面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占据隔点地图表示法 就可以用一个四燃值去表示 每个隔点上面被障碍物所占据的可能和几率的大小 接图 Role Map 是另外一种表示法 它是拓幅地图的一种 主要是我们用随机取样路径规划 我们会使用接图的表示法来做路径规划 本单元主要是讨论接图的方式 然后节点为接图的特殊地点区域 它的边为相邻接点间的路径 利用接图 我们可以找到起点跟中点的路径 并且避开障碍物 然后接图的数学定义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一维曲线的连级为接图Role Map 简称RM 如果对于所有的Q Start跟Q Go 就是说起点跟中点 接在Q Free Q Free是非障碍物主态空间中 它可以连接成路径 且满足下列特性 首先是它的Accessibility 第二个Reportability 第三Connectivity 它首先Accessibility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数学上定义是说 如果存在一个路径 从Q Start Q Start属于一个非障碍物的主态空间中 到某个Q Start Prime 然后Q Prime属于RM 接图上 也就是说 图上来看 我们起点在非障碍物的主态空间中 然后我们有个Q Start Prime 它属于接图里面 然后中间它会有个路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 在RM 中有一个Q Start Prime 它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起点 同样的Deployability 也可以数学上定义成 它存在一个路径 从Q Go Prime属于RM 到Q Go属于Q Free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Q Go Prime 它在接图里面 跟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Q Go 属于非障碍物主态空间中 中间存在一个路径 使得可以 我们从接图RM里面 有一条路径可以连到我们的 最后终点的位置 好 最后 Connectivity 数学上定义是说 如果存在一条路径 在Q Start Prime 跟Q Go Prime中间 就是它的连接性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定义 Accessibility 跟我们的Deployability 这分别表示 我们从起点 能找到一个 另外一个点 Q Start Prime 属于RM 另外中点部分 找到一个Q Go Prime 可以连接到Q Go 那中间 Q Start Prime 到Q Go Prime中间 它有一条路径可以相连 这样就构成了接图 接下来 接图法路径规划 主要有 Visibility Graph Master 以及 Viranoil Diagram Master 这两种规划法 那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Visibility Graph Master 它的概念是 它有VI跟VJ 它是包含在Visibility Graph的起点跟中点 然后它有一些障碍物的顶点 构成这个Visibility的Graph Master 然后Eij是连接VI跟VJ的直线 使得这个当中 它们直线连接的上面所有的点 都属于非障碍物空间的主态空间中 所以从图上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是一个Visibility Graph的路径规划 然后从起点到中点 它这边有很多的连线 都是从障碍物的边界 的顶点 可以连线看到 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路径 从起点到中点 然后接下来是 Viranoil Diagram 它的概念是说 它这边有很多Sight 它每个Sight到任何一条黑线 的距离都是一样 然后这个图就是Viranoil Diagram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Diagram 做一个路径规划 可以看到说我们从起点到中点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短路径 是这样 各位同学 在这个part 我们介绍了基本的地图的表示法 然后地图表示法 主要是用于 机器人在做路径规划的时候 怎么样找到一个最好的主态 能使得机器人从起点到中点 然后我们在这个part的介绍 有不同的地图表示法 主要是有拓步表示法 还有集合表示法 还有歌点表示法 然后我们接下来 就会利用这些其中的拓步表示法 来做我们的机器人的路径规划 感谢观看 至于观看 ane